韓國瑜所到之處 支持者熱情促勇 為安工作也跟著盛景發條 為了21號挺韓大遊行 嚴密戒備 因為連任意外插曲實在太多 光是10月份開始 先是有網友放話殺韓 隔不到三天 造勢場 鬱鬧場 丟雞蛋 這個月12號 甚至出現恐釀死傷的爆裂物 來應擔憂兩顆子彈再度重演 2020兩顆子彈會不會發生 日本的學者 藤井提出來 說會發生 謀次總統的事情 國民黨推估可能出現的各種激烈手段 除了國內出現過的撒旦之末 國外遇過的手榴彈 汽油彈攻擊 雞蛋 利刃 甚至無人機空中炸彈 乃至神經性毒物 食物下毒 不可不妨 可以讓蔡英文 俞翁得利 抹紅韓國瑜 然後都推給中共就好 這場選舉就是兩顆子彈的2020版 就怕自家主率成了鎖定目標 又或者變成對手的悲情牌 藍軍戒勝恐懼 其來有志 21號挺寒大遊行 已經讓維安警力高度緊張 就有高雄市議員問我說 我21號是不是會去高雄參加油行 他說你要不要我找警察保護你 高雄警方還接到情資說 當天會有人鬧事 還要加強維安的等級 這個是製造衝突 然後製造誤會 那這些都是不必要的動作 也希望大家不要詳細力太豐富 有關於南部的遊行 那其實高雄市警局已經請求中央協助 我們希望可以加派警力 蔡政府掛保證認為是過度憂慮 但是選戰進入鬥數候選人為安 每分每秒都得小心謹慎 任何意外都可能對選情造成不可逆的影響 記得解洪情侮容退步的